黑衣男子在早餐店內起身 拿雜誌 接著又走出來 這時候他左手多了衛生紙 就在回收台把刀叉包起來 用右手雜誌隱藏好 黑衣男回到自己位置後 把刀叉趕快放在包包收起來 以為沒人看到 沒想到下一秒警察就找上門 連續兩天到早餐店 就為了偷刀叉 監視器拍得一清二楚 讓小偷無話可說 部分早餐店貼心幫民眾準備刀叉 但卻有人把刀叉帶回家 占為己有 人來人往的早餐店 店員各忙各的客人專心用餐 一不注意店內就成了 有先人下手目標 會碰到說 錢都沒有付就跑掉了 因為現在大家景氣比較不好 店家比較忙不過來的時候 可能就沒有空去顧到 周邊人的狀況 早餐店因為忙碌有客人 把零錢放在桌上 這時候就容易被人順手拿走 早餐店忙碌 業者自保只能多留意 若遇上像這樣到店內搜刮的不速之客 恐怕就會損失慘重 記者 中盛蕭惟山新美市報導 得好 這是好 好 我們先走了 來看看 我的渠道 製造 你 我